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心灵木音》 我是灵气导师曹操 我也使用送播、萨满等方式 协助大家疗愈、找回自己 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体悟 并且超越、转化 哈啰 大家好 欢迎收听《心灵木音》 然后今天呢 应该是很少有这个机会一次两个吧 哦 我们一次夺批 没有 因为我们设备跟器材的问题 其实没有办法 但是今天因为其中一位来宾 他自己自备麦克风 因为他觉得他是张慧妹还是谁 真的 我要带小白来 对 他自己就要自己就 他会用他那一根 我就是要用我那一根 没错 那他那一根非常厉害 可以一次两个人用 这样听起来就好奇怪 我们越来讲越歪 我们真的是很正常的节目 对 就是 然后所以今天我们一次有 你知道我们今天有两个来宾 第一位就是自己要坚持 带自己带自己的那个 那一根来的 那个Rafa老师 嗨 我是Rafa 我又来了 好久不见 大家记得他吗 他是我们叫做什么 头剑锥的执行师 对 你们叫执行师 对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位 就是也是沉寂很久 就是之前为了录这个节目 冒上生命危险 还摔车的那一个 我听说了 对 米索西路 哈喽大家好 我是米索西路 对 大家就听到他声音 他还健在 就不用担心 我可以做这个 他真的非常OK 所以今天很有趣 就是我们今天 那今天我们 为什么会两个人一起来 其实也没有为什么 就是Rafa说那我们一起来啊 对 因为之前听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我对于 米索西路老师分享的内容 我非常非常认同 然后我就一直跟草草敲他通告 就是说 是不是应该要来对谈一下 就是一个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互相交交朋友 真的真的 真的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就今天就好 那就一起来这样子 然后刚好呢也是我 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 没有讨论要入什么 其实说实话 但是刚好其实最近 应该不是说最近前不久 也没前不久 就是上个月 这个月上个月 对上个月 我不是刚从泰国回来 那当然每一次都是去旅行 我觉得之前 有路过一级旅行 就是旅行 其实是让我们有机会 去整理我们自己 那也不是说你在家 就不能整理 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只是说有时候 我们跳脱我们原来的 生活的方式的时候 你比较有机会去 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那当然所以 这个是一个机会 而且那时候就待很久 然后那主要是去进修 所以你有去看到一些 不同的东西 那我觉得当然也不知道 为什么反正就有一个 有一些提悟跟想法 而且所以我们刚刚就在讲说 我们今天这几个 就是都是还蛮大炮型 非常的 对非常的就是 大炮型 就是我们就一直在 回去要忏悔 就是会 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很爱 说很爱 因为我们没有指名道姓 其实我们的主要的点 就是说 希望神心灵这个圈子 大家能够知道 共好 对 共好 因为大家都要知道 神心灵本身是什么 它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那个样子 然后大家才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灵性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觉得 那灵性都是骗人的 灵性都是假的 或是那些灵性 都只是为了恋财或干嘛 不可厚非 现在很多的确是这样 那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说 其实它本身一开始出现 是为了让大家生活更好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强调说 你有没有让你的生活改变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像比如说我自己 就是这样子改变嘛 所以我会出 我只是希望分享这些东西 包括录这个节目 其实我们也只是为了 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些 不然跟你想起来 所以有时候要听就听 不要听就算了嘛 就拉倒 对 因为我们也没有 要给你抖泥 你要抖泥 不给你抖泥 刷一排汉堡 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用 就是想干嘛就干嘛 对不对 那所以就是一个分享的概念 那当然我们会觉得看到一些 我们所谓的乱象 会觉得不太开心 就是因为觉得说 不希望大家继续这样下去 而且到最后都要灵性出轨 大家知道灵性出轨是什么 你们一定知道嘛 就是很难跟人家讲说 我们在接触身心灵或灵性 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世代 比较简单的 大家因为太多人的 对 然后可是越是这样 你越要知道说 其实怎么样是OK的 因为初出毛鲁不懂 那你一定会去接触 那接触之后通常是怎样 然后当然就是看到可能 样子美啊或干嘛 当然我们也是蛮美的啦 只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拍照啊或什么 就是不要被外表所迷惑 你要去知道 你的内心核心要什么 所以我们才会 分享这么多的东西 那当然有一些我们所谓的 不是觉得不太认同的理念 我们就之前都会一直在分享 那一直多次 其实我们都一直多次强调有关 疗愈时这件事情 或是做身心灵这个事情 是必须要认真看待的 其实真的是要认真看待 那有很多的层面 之前很多集都讲过了嘛 对 那今天不赘述 或是我们就简单带过就好 其实我们会讲那么多 也是为了 不只是为了保护你服务的对象 其实也是为了保护你自己 像Rafa也都知道 我们其实看了很多 还有Mitsushi 这些都是在身心灵圈很久的前辈 我很少白 再讲 然后已经算是老屁股了 我还早 然后所以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事情 其实就是说 像我们之前讲的 能量平衡这件事情 它并不是不作用 它只是还没开始 那或者是你可能累积了 还没到那个爆发点 那你就觉得没怎样 这个我们之前在别的节目都讲 我们今天就不赘述 那今天要讲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又要再讲这个 那不是之前你都讲过 没有 其实我这次出去 有一些不同的题目是想要跟他们分享 就是说 但我们一直觉得说 虽然我们 比如说以我来讲 我教学那么多 也不要说那么多 你是有几年了 一段时间了 然后其实我一直还没有去开导师班 甚至说比如说 对于疗医师的部分 我也都希望大家有一些 对自己有一些要求这样 那当然我发现自己的学生 通常还会继续这样子 他们其实对自己 都是有一定的要求 然后在内在的那些知见 跟智慧上都是有 有在注意自己的状况 可是我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Rafa一定也发现 就是你敢跟我说 那叫公大 对吧 公大 公大是什么来的 请解释 就是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然后呢他就以为 啊这个事情应该很简单吧 我学了就会 我就可以开始去 会背天会增地了 那就他就开始踏出了他的 比如说教学了 甚至做个案的这一步 对 做收费个案 或者收费教学 但是实际上 因为我自己的老师们 还有师工 那都一直给我们一个观念 就是出来走 跳总是都要还的 所以会觉得说 对这些事情 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 尤其是 灵性这种东西 就是看不见的另一只手 所以 我们对他要更有敬畏心 对 就是他其实默默在背后运作 你说是有什么想分享吗 对这一点 对这一块 这真的是要比较认真看待 因为就像我们之前 有跟很多老师办课程 那我们跟老师的课跟的越多 就越觉得 这个东西好像 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么简单 对不对 其实这也是一个经验 就是当我们越了解的时候 我们越会 其实就觉得 哇这个真的是 越会战战兢兢兢 一出来真的是出生出国 我们也不要说别人 我们自己也是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一个差异点 就在于说 你有没有把你的信念抓住 你为什么一开始出来做这些事 如果你一开始出来 你的初心跟做真心 你的点 你是为了赚钱 或是斜干 或是干嘛干嘛 这些事情 那我真真觉得不要用灵性来赚钱 这样其实对你来说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 比如说像我 我先讲我自己的故事 我不是说我多怎样 当然以前有其他的修行方式 那就是其他的事情 我会出来教学 甚至我一开始出来接个案 其实都不是我自己主动 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都是有个案开始出来 或是有机会 然后就是来 push你去做这件事情 那你就会知道说 你是否应该要去尝试看看 那其实这个就是你的信念 你是否是要尝试看看 或者是你 还是你是主...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差异点是 你有没有顺着你的理由去做事 然后接下来 在过程中 其实你有没有去观察你的信念 比如说 那我就做我可以做到的 而不是说 我可能只有30分 我就硬要说我是60分或70分 甚至100分 我觉得就不用 就是做我们分内能做的 就好了 那我就觉得 那我们就会常常做中 开始慢慢的学习 慢慢的成长 我觉得这其实是差一点 对 那所以也不是说 所以像我们之前讲那么多 那我就发现说 有些学生他们是真的很认真 然后也自己在内在之间上 有什么 他也要想要去完成一些 所谓的功课或干嘛 对 对 那但是你们应该有 那位Rafa也有 或是Misocci也有 可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我们之前在那边 叹叹叹的这些东西 这些这个现代圈的状况 就是 你只要上网什么 你就是什么 你就可以干嘛 就可以干嘛 所以反而现在市面上 很多充斥的是这样子的 所谓的疗愈师 比较多 然后真正的 比较有品质 也比较有品质 也比较有品质 比较资深 比较资深 或是也不一定比较资深 他可能都还没开始做 但是他自己内在的知识 我不要说知识 他的智慧 或是他的见地 他知道说 这些东西的动机 因为像我们在聊天都知道 其实问题都是在人身上 工具很多时候 很多工具 但是有些工具 就确实本来有问题 但是很多工具 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今天我说说 你今天应该有遇过 头剑锥 如剑锥 这么单纯的东西 应该有人做到在通灵吧 有 对嘛 对不对 而且是我的客人跟我讲的 对 他就跟我讲说 他之前去 之前做过 然后呢 因为他这一次 他之前给我做的是 因为也是他的朋友介绍 说 他觉得我做的品质还OK 那看他要不要来是 他本来不想 因为他曾经做过一个个案 结果对方就一直跟他讲说 你是怎样怎样 前世又怎样怎样的 所以你现在才会怎样怎样的 然后他就很担心说 是不是有 又是一样的东西 但他来我这边以后 他发现就是我完全不走 这种生生归归的路线 对对对 然后他就觉得 这样他反而比较放心 而且就是一直回归在 比如说他的身心灵的平衡 就是当下的状态 你的身体如此反应 我就讲身体的反应 而不去 我catch到什么 可是你怎么确定catch到 这是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 你怎么能够确定 你catch到是什么 其实就算我们在做催眠的人 或是什么之类 其实很多时候是个案自己看到 对 其实我觉得重点是要让个案自己看到 我觉得我们的 我们的责任跟职责 比较像是陪伴 对陪伴跟引导 比如说他有点不太确定 那我们知道那个 以我们的经验 跟我们自己的内在的状态 自己可能体验过这些事情 我们知道那有可能是什么 但是我们也不为他做决定 也不为他下结论 可是很多像你刚刚说 就是很喜欢帮人家下结论 对 所以你看到连炉箭锥 头箭锥这么单纯的东西 都可以被弄成神神鬼鬼鬼的 你觉得全他东西怎么过 包括灵气 包括什么anyway 所以直接就跟你讲说 他就是跟哪个神灵连结 你记得以前那种还很 那种什么大家乐年代 人家在路上 比如说看到三颗轮胎 他都觉得 很明白 对就是三灵 他就是要牵三跟零 对 这个也有可能是天使 对吧 好吧 有可能他那么开心 对 你就是 对 只要他有中奖就是天使 好 所以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就是说 其实都是人的状况比较多 那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 反而市面上充斥是这样子 我们所谓的 所谓的疗愈师 那真正 平时比较知道的人 他反而会占占经验在做自己 甚至可是有的会过度 就那我说过度是说 机会来了 他也不敢 踏出那一步 去协助人家 你今天不管是收费个案 或是不收费个案也好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练习 但其实回到最后 其实我们做这些事情 这样子 其实我们应该都发现 其实与其说我们是疗愈师 或是老师 其实我们应该也都是被疗愈的人 对不对 其实是一个互相的课题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会 所以应该就是同一段时间 都会类似的人来 对 是不是应该对不对 应该大家都有这种经验 像比如说米苏西 之前在接塔罗个案的时候也是这样 有时候跟客人讲的话 你就觉得好像是讲给自己听的 对 好可怕 真的这个我非常有感 有的时候我做完个案 然后我会想说 到底是我要给他钱 他给我钱 就觉得奇怪 好像我学到比较多 其实我们都有各方面的付出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在这样子的 像我的学生都有这种观念 所以我们就比较不会说 我是疗愈师 我就多厉害 我就要多好知情 不会有这种心态 因为我一直在强调 心态跟观念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上课 对我技术有教 但是其实我更多的时候是在讲 讲观念 所以学生每次回来付训 说老师 你这次讲的又不一样 因为你们学生人不一样 那我会顺德当天的流去讲课 所以就会有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很鼓励 他们回来付训 就是因为 因为付训费用很低 所以大概原因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就是因为 很多他可能本来的内在的知见 都比我们之前在讲的那些都还好 可是却因为自己知道更多 更不敢 更精精业业 更战战兢兢 那有的时候过度了 过度了之后就反而是困住自己 所以我像我这次去 然后我就是去 为什么还有这些题 我还有一个我就去看一下 大家所谓 比如说我一直在讲 我还有这么多年我还没开导师班 对不对 然后还有所谓的我自己想说 那是不是要认证制度或干嘛之类的 其实那个也不用什么制度 我就想说 我虽然说希望大家能够给自己一个目标 做多少个案 然后交报告 我来看 可是我也讲了 我没有那个能力 何德何能去认证 我只希望说你给自己一个目标 不要就是也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 其实只是这样 但是我后来 后来回来之后 我就想说 建议你可以这样做 因为其实你要怎么做 我根本管不着你 而且也不是我能为你负责 今天就算你完成这件事情 然后证书又怎样 也不代表什么 我也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 所以这次回来 其实有很多的体悟 然后包括比如说 好 比如说我这次去学泰塞按摩 我之前有学过嘛 这次有去学 那这次学的一个学校 我选择的是 泰北第一间 就是整个全泰国第二间 就是一个源头 觉得因为我们知道能量的人 我们会重视那个源头跟传承 虽然那些学校没有很豪华 但是整个的感觉的状态就是 even是他们在训练 其实他在教学过程是严谨的 可是因为每个学生 他一定没有像我接触过 我对身体的感觉是比较敏感 比较知道在哪里的 所以我会按摩说 你是不是学过 我说有 但是那个绝对是 需要一些对身体的感觉 去累积的 然后所以像比如说 Rafa如果去学 一定很快上手 因为你对身体就很熟悉 对那其实这个 那但是其他的同学们 其实他们并没有这个 你就会很清楚的感觉到 他的手法跟他按的感觉 其实是没有抓到点的 对那当然跟他同一组练习 你就可以跟他讲这样子 那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其实是很扎实的喔 你一个部分就要学好几天 然后最后还要考试 虽然是open book 可是就是要考试要干嘛 还要打分数才可以的 算是相对严谨的 对 对然后可是 even是这样 你也不能保证 他们后来出来的品质 所以那时候拿到证图 那个校长 也不是校长 就是那个 他就说还是要多多练习喔 他还是希望 你能够多多练习 所以其实也是一样 包括我们之前提到RYT 或是这些东西 其实也是一样 你去上完这个课 两百小时 几百小时 已经很插实喔 好几百小时 都要出那边 做这些 可是你做完这些 就代表你一定是一个好的瑜伽老师 其实也不一定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开始去思考这件事情 其实我之前就有想过 其实有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分内事情做好 接下来就是由他 我们传达到我们需要传达的 至于他要不要接收 跟他要怎么去看待他 那就是他自己要 当然当然 对 这个就是我们讲 你要为自己负全部的责任 负完全的责任 还有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发现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觉得好像 那自己的心也松开了 因为我就觉得说 因为这样子也让我自己困住自己很久 然后也会对于有一些事情 或者学生的事情 会觉得 是不是就要很 很那个 后来就没有关系 你们就自己去发展 我该说的说 然后如果你觉得 合你的想法 你就听 不合你的想法 你不听 你也可以随便你 因为我觉得 我们就是人生就是 可能这一段 我可能是 分享我的经验给你 那可能下一段 你有别的老师学习 那我也都会觉得很OK 所以当我体悟到这个 就心就很开了 然后后来就是比较包容力比较好 所以回来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建议可以完成这个 然后我也鼓励一些学生 我觉得说 其实你们的品质是不错的 然后我就希望说 他们可以 如果有个案来找你 或是你想要尝试 我觉得你们就可以开始做 其实很多人都会问说 那我要怎么开始 如果你 当然技术一定要练习 那初期练习的时候 比如说像Robin 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做 我觉得 你自己当什么做 比如说你觉得 因为像我去学投建谷的时候 我很感谢我们的助教 因为他很常抠团练 他很常抠团练 然后我们去参加团练的时候 那助教他会给我们指导 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 因为刚学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东西摸不太出来 但是在团练的时候 他可能会指点你说 你有没有摸到什么东西 然后可以跟他核对 可以跟他核对 然后就是渐渐的 就是从一开始真的 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就可能一开始就照SOP这样去做 但是你会渐渐的 你只要有用心 然后你就会开始会进步 那等到你进步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自己是有在成长的 而且经验很重要 像你说其实我一开始 接个案的时候 就是塔罗个案的时候 应该也是经历医学时期 对不对 练习的时期 你那时候是什么 练习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有一些客人来到你面前 然后你再讲讲 你就会发现客人好像 他也跟你没有什么连结 或者是说 你跟他讲的东西 他也听不太懂 对 就是透过不断的去练习 不断的去调整 然后调整成 双方都可以去沟通的状态的时候 才会比较知道说 要怎么样去把看到的东西 去转化成对方可以接受到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段的时间 应该是说 其实经验真的非常重要 每一个都是一个学问 跟一个 光技术这件事情 你都需要练习的 那像比如说Rafa 是真的很好 是这么多会call time 可是一般其实很难 有这个机会 那假设现在他要找朋友练习 真的找到了 那其实我都会跟学生 想教一件事情 就是叫能量交流 即使你今天只是练习 可以能量交流 那能量交流不一定要钱 比如说我就会建议说 如果你们想要开始的话 我会建议说 能量交流的第一种就是 你帮我 给我回馈 你好好的帮我感觉 然后或是结束帮我观察几天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回馈 是 对其实这种就可以 但是你不要那种 硬要叫他来做 然后呢 做你就随便他 那我跟你讲 他也接受不到什么 你也感觉不到 因为他没有付出 今天他如果帮你感觉 这个也是有 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一些经验 或你想要开始 有点办 开始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我就很建议大家去捐款 我就会说 你可以叫那个 你帮他做的那个人 自己去捐钱 捐多捐少他自己决定 对 然后你再帮他做 这样子其实是绝对的能量平衡 因为是他决定捐多少 那你能够做到多少 然后他就会自己 达成一个平衡 最难的 我觉得最难的方式 其实是到后来你要收费 为你自己的 辛苦钱收费的这件事情 这才是最难的平衡 因为这个就等于是 都算在你身上 是 那这个是要慢慢的去感觉 这件事情的 所以这个其实也要 对自己的感知 那我自己的经验是 就是 如果你收的钱太多或太少 有时候 如果你的运气够好 就是个案根本不会来 嗯 因为不会让你去欠 或是不够 就是通常不会来 那通常是当你很平衡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 我们要练及身体感觉 我自己是用身体感觉 我在定测架里 我的心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就是 身体都不会骗人 那这个是题外话 那我现在讲说 所以其实就很鼓励 他们可以开始出来 如果你想接个案就是接 我干嘛 但是我觉得 要成立一个联合工作室也OK啊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开始出来 然后也不会再去限制什么 甚至我在整理一个 就是 就是身心灵的疗愈的 或不仅是身心灵的 就是各个服务的一个名册嘛 那如果整理出来 他们需要什么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或是有需要 其实我觉得就是要让 就是比较开放了 不会那么紧绷了 然后也 然后相对不只对自己的学员 对其他人也开始 就比如说 一样是我们家 还是会看到一些 不OK的事情 对 那现在就会觉得说 没关系 有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个 我就会用一个角度讲 众生不就这样 就是 其实应该这样讲啦 就是 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自己的那个 政治见要很清楚 然后会知道说 其实这些东西是 他们可能 他需要去经历的 他可能在这一段时间 你可能觉得是说 好像不是那么认同 但是 也许他的生命 就是带你到他这边 他也许需要 他需要去经过这些事情 他才有办法成长 亦或是说 亦或是说 也许有问题是我们 对 对 他也许没有问题 有问题是我们 所以这个都很难讲 对 那与其 与其去做出这种 所谓的太过主观的评断的话 那不如我们就是好好的去 觉察一切的发生 对 我自己后来发现就是 有时候我会去看 我去看什么事情 因为我就相信宇宙 都是会回应我们自己的状态 所以当我们在讲 什么什么的时候 我都在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说 比如说当我们在讲说 人家怎样怎样怎样 就做一些行为 我们觉得不太认同的时候 比如说一些 宣传的作为 或是什么 可能有些什么 可是 他又做得好像蛮好的 不是蛮好 就是说可能学生又很多 或干嘛 那我们就在思考说 所以是我以为我是对的吗 还是其实他才是对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会这样检讨我自己 是不是我太自以为是 我会这样去思考我自己的问题 然后 然后则是你要去静下来 那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所以这个是自我觉察的练习 然后你开始跟自己对话 他会发现说 其实主要的差一点在哪里 或什么之类的 那 当你觉得 那自己还是 这样子没有问题的时候 那就要去思考 那一定不是这个部分的问题 应该是别的地方的问题 可能你自己可能不太想要 太忙碌啊 或是不太 那可能就是另外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自我的检讨跟反省 是蛮重要的 对啊 就是不会说看到别人怎样 是因为他做得很好 不是不是 是因为那些事情我们觉得不太OK 可能会害到别人 那所以这个是 我们也会这样去检讨自己 然后当然到后来我是说 主要这个心态改变是在于说 就是他有看到这些事情了 之前就觉得 怎么可以这样子 就有点义愤填膺 有点这样的感觉 可是其实这样你就落入二元了 对啊 对你就会落入二元 那你就觉得说就是 真心你就是被这些人搞烂的 可是 你这样子是否又太 也没有不好 有时候你抽离的太高 你又都不做事 那如果你太低 你也会陷入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抓一个 balance 你知道吗 那这次回来我发现就是包容心变强 就是说 他们这样他开心就好 对 然后我们能够 那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就在节目有机会听到 他就听 然后没有就没有 那他们要做什么 也是他们自己的决点 当然当然 所以我就觉得说即使我们现在是在这样讲 但是我们还是祝福每个人各自的发展 然后各自 所以就觉得说现在看到什么都觉得都OK 都没关系 你们要绝对都干嘛 然后自己也不会觉得一定得怎样 我一定不怎样 但是就是坚持自己 但是我们自己的理念还是坚持住 该怎么做 该不怎么做 就怎么样 但是别人要这样 那他自己选择 我觉得是反而是这样子 所以对很多事情会比较包容 有时候其实有什么 有什么想法吗 哈哈 对啊 我觉得你说的都很好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因为我想说他一直在看我 想说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讲 因为他们两个公用一支 对对对 那Rubber要讲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去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深入里程 就会觉得是说 奇怪明明这么好的 就是这么有效率的路 你不走 你为什么要去走这样的路 会有时候会 我们先不要讲对错好 我们先讲效率 但有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 我最近也才学习到 要去尊重一切的发生 对对 因为你很多人他就是需要 去体验这些事情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如果去干涉了 干涉了人家的这些选择 然后致使人家 可能失去了一个学习的机会 那反而变成过错在我们身上 应该是说我们不会主动 去跟人家讲这点倒是还好 是 其实我们在录节目 或是在讲 其实都是人家有问 或是我们有讲 但心中会想啊 应该是我们心中会有一种 有一种好像所谓的正义感 但是其实那个是不必要的东西 因为在本质上 没有什么正不正义的 你觉得你是正义的 你真的是正义吗 所以我后来我真的是觉得说 他们可能真的需要这些东西 去经历就像你说的 经历这些事情 那就算他当下 并没有觉察到 他的问题在这边 但是会跟着他学习的人 也是有同样课题的人 所以这是他们的学习课题 他们的group 他们的世界 他们的anyway 但是跟我们是不一样 那没有关系 他开心就好 那主要回到最终的重点是 我有没有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 这样就够了 对 我有没有坚持在我自己该坚持的路上 然后或什么之类 然后另外第二个点就是 是不是承担过度的责任 像比如说我作为疗愈师这件事情 或是对于导师这件事情 我后来发现真的不用把自己搞得那么 要放松了 对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紧绷 所以我其实就是对这件事情蛮紧绷 所以后来当我放松了学生就比较放松 他们也才能够去做他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这样 这些观念才有办法扩散出去 不然就会 我觉得其实差一点 如果你之前就是我就做我自己的 像很多 其实很多身心理老师啊 像Rafa应该也知道 还有那个米苏西应该也知道 有一些品质很好的身心理老师 他是不想跟人家交的 他就是自己工作室也好 或者自己长下室 一室而独立 因为他这样最不受干扰 他其实这样是最好的 那比如我说实话 当你决定要入室的时候 你要去让更多人看到 或是去传递一些什么时候 你免不可的 你一定得会有一些不同的那个 像比如说那时候 Rafa比如说第一次看到我的照片跟什么 我就想说是 这个人 这个人太医花 我觉得一定是 这个人一定是空包蛋 对 空包蛋 一定就是只有外表 还有什么之类 殊不知我们是美貌去智慧建築 不要啦 应该是说我们知道 什么叫杜众的方便 你也知道嘛 那个怀爱法 对 怀爱法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差别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我们自己在想到动机 你的心态是什么 一样是把照片拍拍拍拍的 一般是课程 一样是什么 但是心态是什么 是为了我拍得漂亮 我干嘛我写的这些东西 是为了要吸引你来上课 然后我为了要赚更多钱 还是说是为了 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真的 对 那如果是需要用传递理念 好去干嘛 那我把自己用得漂亮亮好一点 那这样不是更让人家能够接受 為什麼那些什麼宗教場所啊 或是一些什麼身心靈的靈性 要用的那麼漂亮 那你這樣亂七八糟 現在要去啦 有沒有看到 真的 對啊 今天一個帥哥來教你課 跟一個那個 因為如果你是歪哥起床 我們兩個都不會來這邊當嘉賓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有時候有些度眾的方便還是好的 只是說就是不要把這些事情看著主軸 對 然後同時也要精進自己的內在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些 所以都可以 所以我後來就是真的蠻鼓勵大家 就是如果你真的在這方面 有些機緣 然後可以出來的部分的話 可以練習的做 但請保持好你的初衷跟 沒錯 你要不是要說保持 應該說你要知道你的初衷 對 你要知道真正正切的認識你自己 我們常常講啦 就是動機決定一切 對 你的發覺心的那一瞬間 他其實就決定了這件事情 是往什麼方向前進的 不要去想說他是老師他就這樣 沒有 就是你要去相信你自己的直覺 然後去你的判斷 你要把你的判斷力保留下來 就像我們剛剛說 其實我們每次在講很多東西都是很合理的 我們不會說你就是怎樣的 不是很重要 有些東西真的不是很重要 就是老師的狀態 他如果能夠真的這樣 那你就去觀察他實際的狀態 在身體私底下的生活 他接不接受 我覺得最簡單 最基本的一件就是接受自己 你就接納你自己是怎樣的人 可是我發現有很多的 的人 不管是生性療療或什麼 他對他真正的自己 他是不接受的 很難耶 因為大部分的人 沒有辦法誠實地面對自己 就是自己的 就是很辛苦的 人家說陰暗面 可是我覺得不是陰暗面 不是不是 就是你的各種 面向 各種面向你都必須得去面對或接受 這個其實難的 對 所以其實我在課堂上 我有時候會有意識無意識地 去說出一些話 他們說老師怎麼會講這種話 他們就會發現 可是其實這也是他們的一部分 就是其實這也是 像比如說好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 有一集講性的 性的那一個 因為我覺得性的東西 其實大家也不太想講 可是我都會直接講說 如果你今天真的很想 那你就去啊 只是想清楚就好 因為你有知道 我知道我現在就是很想要 我知道我也沒有要騙他感情 我知道他也說好 我們就是要這樣 那為什麼不可以 可是有時候反而是更多的壓抑 讓你越不願意面對自己 然後那個東西就會在那邊 越來越發酵 更可怕 像小時候不准你看那片 最後還不是看一下什麼事的 對 而且還會什麼 林老入花蟲 對 之類的 然後就會去學到一些不對的東西 對 所以 其實真的面對你自己 你去接受你現在的狀態 那你也接受我現在做不到 那就好了 那你就已經學習到了 你就比別人更多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做生性的老師 其實是面 你必須要更面對你自己 真的真的 你就是怎樣 我就是怎樣啊 你愛怎樣 你真的喜歡 我就是還是喜歡寶寶們啊 我幹嘛 可是當我接受這件事情 我就更能去體會說 為什麼我喜歡他 因為我正視他 那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 你才有機會去 發覺這背後的動機 那你發覺到動機你才知道說 哦 那我要怎麼 如果我不想要這樣 那我怎麼改變這動機嗎 可是如果一開始就否認 那就不行 所以在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其實都一再都是心 那做生性的工作也是一樣 其實它也是換了一個方式 在檢視你自己 所以其實都是這樣 就是包 簡單講 今天就是講說 變得更包容 然後希望大家就是 可能之後 有可能會碰碰球 那可能力度不會那麼強 或是也不太想要碰碰球 只會聊一些輕鬆的話題這樣子 對 那所以Rafa還有什麼 想要跟我們分享嗎 就是你今天講得非常好 好像也沒什麼 可以智慧的地方了 沒有就是想說看大家 就是我覺得只是分享一下 跟就是兩位老師 一起就是看一下這個看法 如何 我自己是覺得啦 就是 我講我自己的心路歷程 就是一開始 因為我 我也是比較分世紀俗型的人 對 那會覺得有些事情 就覺得很看不慣 或者是說 那個人怎麼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 但是現在就像你講的一樣啦 就是 是不是年紀早了 可能是 我們都是 對 可能是 可是也才幾個月啊 屎牙鬆動這樣 那我是覺得就是 這幾 包含在經過 你可能在個案上面 或是說在你的生活上面 因為現在接觸了以後 很多東西你會開始 用不一樣的角度去 看待這件事情以後 你會發現 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真的不需要用 同一個觀念 然後同一個標準 去衡量所有的事情 對 那這樣的話 其實對他不公平 對你也不公平 對 對 那就會覺得是說 我們好像 就像剛剛我們講到的 你放鬆 放得越鬆 其實有的時候 他們自己也不是笨蛋 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智慧 那我們就是去看待他 也許他自己就 幫自己找到另外一條更好的路 對那我們就做我們的分類事情 所以我們知道該怎麼做 那我們就好好做 對 那別人要怎麼做 我們尊重 但是我們也可以發表 我們自己的意見 但是OK Anyway 大家有各自的生活方式 沒錯 對我覺得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對於 也不用太限制自己 或限制別人 或是也不知道說限制 就是說 當然就是我剛剛說 真的也鼓勵那些 學生們可以出來 可以服務一下大家 因為譬如說 資見上面是比較OK 然後繼續強調資見 很穩的 那米社系的老師呢 最後你有什麼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跟大家分享 我們辦課的時候 學員講了一句話 那他就說 不要做一個看戲的 要記得 你的人生就是在為你自己蓋了 他是這樣子講的一句話 我覺得這句話 聽了還蠻有感覺的 我們有時候花太多的時間 去看別人在幹什麼 那我們也可能會把很多的經歷 再去比較對還是錯 或者是怎麼樣 但是最後的路都是自己走的 所以最後還是要回到自己的身上 對 然後還有就是 那這個部分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對我來說最多的就是 呃 無意間自己也會去take太多責任 我都一直想要不要take太多責任 可是無意間 對你不是不負責任 你不能不負責任 就是譬如說我今天教學 我今天教出這個東西 我今天分享這個東西 其實我今天做這個課程 我今天做任何事情都要負責任 對的確要負責任 但有時候會不會太過於了 我自己在檢討自己 太過於 欸 他療醫師他要做到什麼程度 他的能力上要到什麼時候 才能出來怎樣嘛 他什麼什麼之類 這個會不會又太過頭 我就在思考這件事情 那我最近就是放開這件事情 我只要把我覺得最基本的要求 我有說了 我傳達了 我講了 你要不要聽 那就你自己決定 那後面的因果什麼呢 那是你自己負責 其實就是這樣 那這樣彼此其實是更輕鬆的 也才能辦法流動 這樣也才能有更新的東西 去激發出來 因為誰知道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對啊 所以其實在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後的一個結論 所以今天很謝謝兩位老師 一起來分享 對 然後心更開了 更包容了之後呢 就是可能對對像的這件事情 會更包容 講他重點 講他重點 要來增揮一下嗎 對 對 就是看他 你有沒有增友啊 看一下那個四大月老 他們的功力如何 哈哈 這一集大家還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 賣個關子 不知道我這個會先放 還是丹尼那一集會先放 我到時候來跟大家講一下 對 就是有一些 關於四大月老的事情 這樣 如果不知道哪一個先放 就隨便了 大概是這樣 好 那今天很謝謝兩位老師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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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節目內容 神心靈療癒 想瞭解更多 歡迎到 臉書粉絲頁 西和穆英 身心灵療癒工作室 与我们联系 节目资讯栏有相关连结 谢谢你的收听 拜拜